我說你不會是因為你穿到軍衣 出街 穿到警察制服出街 你穿到蝙蝠俠 超人的衣服出街 你在派對面有人來打你 你說你的戰好打 是不是 沒理由 那有什麼理由 女人是穿了衣服 她覺得自己是sexy 或者覺得這樣才開心 因為這樣就被人強姦 這是完全合你 在男人的世界是不會這樣的 如果你穿了衣服 打到拳台上走 沒有人去賣 打你一脫 沒有的 這個就是說其實所有這個世界的暴政都是用霸權的 這個霸權就是多數加諸於少數人身上的 所以當婦女運動一出來的時候 爭取婦女權利的時候 她們很大 很厲害 所以沒有人敢attack她 但是當女人說 喂 你強姦我 你們那些人說我穿得太過性感要強姦我的時候 大量的人出來 去為始終所謂這個 維護這個多數暴政的霸權 這個就是整件事的底韻來的 所以我就說 我很感謝大家 因為我來了幾年了 去一次都是多人一點的 自己是好一點的 我說現在有一個YouTube的運動 這個女人一出來指著她說 喂 你當年怎樣怎樣 或者你怎樣怎樣 有很多男人出來都說 我 Me too 我都是 我都是會出來罵那些男人 女人的 那你都看到 近期就是這樣了 那所以我說 大家是 很勇敢 我很祝福大家 給我一個機會 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